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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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現在都幾點鐘了 老哉還不來 要在哪 有沒有看到 珊珊來一次還慢慢晃 你看 這樣這個聽有這個人 這怎麼得了啊 大家都遲到嘛 小心 你慢慢來 慢慢來 我都check in好了 沒想說什麼啊 你check in好了 而且你怎麼沒有等我check in啊 我想說先check in看 問清楚吧 對 它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它可以不同點進 不同點出 因為很多是東京進東京出 它沒有 我們這次進去去去 去穿進去 早晃出來 一般討厭什麼 那種什麼 進的時候很晚進來 進日本很晚進 一開始很早 沒有 沒玩到 我們現在這一班 7點 對 但你知道我今天在這邊等你嗎 我四點半就起床 五點就在這裡等你了 我在這邊check in 喂 這台攝影機你拍 這邊是有燈的 其實我看得到耶 是 你看到肉 趕快吃 趕快吃 我們現在要去北海道 對 飛海道一般在日本人家感覺就是什麼 海鮮 海鮮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不吃海鮮 蛤 蛤 不吃海鮮 日本有很多好吃的肉啊 對不對 去北海道就是要吃海鮮啊 不然幹嘛去 你不要慌好不好 我們這叫什麼 就是我們 無肉不歡之旅 答破印象 誰說北海道只能吃海鮮 無肉不歡 這次就跟著我們來嘗鮮 北海道守黑必吃野味 捏來的鹿肉整塊在台前 生鹿肉的第一次體驗 我怎麼感覺像是生魚片 它不覺得像生魚片耶 而且沒有任何的牛什麼 鹿的腥味什麼 完全沒有耶 你的腳好像在像憲哥一樣 我一直有跟憲哥在鹿 熊出莫注意 無肉不歡再加碼 居然端出熊掌湯 韋如心晶晶 沒想到一吃上癮 竟然還動手搶 五 七 這個熊啊 它死了多開心啊 食材 你把它應用到 太棒了 我在講話 拉過去是怎麼樣 幫我錄影 讓你們回去進行告吧 北海道超人氣烤肉 爐子居然是一頂頭盔 不興不山的小祕訣 全靠十種鹽巴的祕方調味 老詹又說又比 用力解釋 我還是不懂這到底是烤啥布耶 這個是陽台外面包的這種選擇 不是外面的肥肉 不是肥肉 它是雞的 它不是肥肉 是雞的 雞肉 雞肉 好吃到很生氣耶 無肉不歡第三蛋 鹽燒賀爾蒙烤的是什麼料 又是內臟炭火烤 鳥的小肉太美味 瑋如竟然開口跟我計較 脆的耶 這是雞肉嗎 對啊 你來一人一大 你剛剛那個是 你給我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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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這個給你小火 大的 很長啊 無肉不歡前進炸黃 北海道食勝牛是壓軸好料 煎得烤得都不稀奇 牛排拿來炸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這口感很特別耶 炸牛排很厲害耶 別吃別玩別玩別吃 直飛北海道不吃海鮮 就要無肉不歡之道理 你背的都就是要吃海鮮啊 幫幹嘛去 你不要慌好不好 我們這叫什麼 就是無肉不歡之旅 所以一直在吃肉 那我幹嘛點肉造面啊 我這邊又要吃肉造面 卻還沒有要吃肉 不要生氣好不好 四集裡面只有一集 無肉不歡 其他生意我們會吃到海鮮啊 是不是 好不好 好不好 而且點肉點那麼小小的肉 什麼叫肉 就是大塊的肉 就在這個地方 好 肉造 好像沒有錯耶 不錯喔 無肉不歡我喜歡 雖然班機超級無敵早的 但是這樣才能多吃一點 多玩一點 多介紹一點好康的給觀眾朋友啊 雖然騎了個大早趕飛機 當然也要先來VIP室 享受一下純癢的威力 讓頭腦清新一點 這樣我身邊這位大叔待會兒 才能精神滿滿的 帶我去吃好料囉 老實說啊 這可是我第一次去北海道耶 一定要盡量多走多逛 所以像這種可以自由選擇 進出城市的航空就太棒啦 我們這次選擇的是 從旭川鏡 札幌出 一次可以玩兩個大城市 就真的很值得耶 雖然從台灣直飛北海道 只要四個小時 但是商務艙的餐點 實在看起來豐盛 而且又中西式不同的選擇喔 不吃真的是太可惜了 吃完呢 還可以看個電影放鬆一下 或者是選擇 和旁邊這位大叔一樣 整個平躺 好好補隔棉 為這次無肉不歡之旅 儲備一下精力 下了飛機也才不過中午呢 老張就急忙拉著腰 開始吃第一種肉 而且是我想不到的肉呢 那你 這一趟既然講到無肉不歡 我跟你講 就不是一般來日本大家說的吃的和牛 和牛是不了不起的 是不是 所以吃和牛就沒什麼 我們吃什麼 吃什麼 看這個 鹿肉料理 鹿肉料理 我跟你說你也不要這麼驚訝 北海道是屬於什麼 它屬於一個比較荒野的地方 是後來才開發出來的 這邊的森林很多 所以鹿肉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半的肉 就跟豬肉跟牛肉是一樣的 不不不不不不一樣的 豬肉跟牛肉是養的 鹿的鹿是野生的 是烈來的啊 但不只有這個東西 另外一種肉 你一定會嚇到 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鹿肉 我剛剛問他說是打獵時期 後來他說對 這是季節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 隔年的二、三月 這是哪個部分 這是腰的部分 飛力 它有牛肉 吞牛飛力 鹿也是有飛力 最頂級的對不對 對 不能講頂級 最沒有脂肪的部分 沒有什麼筋的部分 嫩的部分 一味唐辛子 可以吃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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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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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第一次吃 好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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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可以的話 吃給我們看 對 好吃 好吃 沒有脂肪 對 脂肪全部取得 對 我說好像沒什麼油脂 我說它在切的時候 你把油脂肪都去掉了 但因為這個鹿的油脂肪 所以它把油脂去掉 你懂嗎 它不就像這個魚片 鮮魚片 對 對 而且沒有任何的牛 什麼鹿的腥味 完全沒有 不是 腳好像比較像憲哥一樣 我以為我跟憲哥在鹿 我以為我跟憲哥在鹿 很像魚耶 對 它是完全沒有肉的味道 就是吃那個軟嫩的 我覺得它就是單純肉的味道 但是醬油是讓它補充它的鮮度 對 但是你吃的我倒是滿壓抑的 對啊 而且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可怕 食物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當你看到 你聽到你可能會怕 但你吃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它的味道 不會讓你害怕 對 難怪大家都在吃 對 而且我最常講的一句話 就是什麼 就是一旦食物在你面前 這種感覺是比較浪費 你怕不吃 它就是吃了 那你吃掉 對 再來吃吧 好 對了 愛玩客的朋友們不用擔心 我們吃的鹿肉 可是在法定的狩獵期 由領友執照的獵人們去獵捕的 完全合法也合不保育的規劃 老闆說獵人會把捕到的鹿肉 用零下50度低溫來保存 這樣子任何時候都可以吃到鹿肉 所以來到北海道 對野味有興趣的朋友們 都可以入境隨俗一下 我們吃的鹿肉 鮮魚是很少脂肪的非力部位 口感非常的軟 老闆說 因為芥末的味道太重 會太搶味 所以傳統的它們 都是用單純的醬油 加一點辣粉 來帶出鹿肉的甜 才是絕配喔 什麼 接下來還有更驚奇的部位 這可以吃嗎 這可以吃嗎 吃進去吃鹿肉 鹿肉的舌頭 鹿的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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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的舌頭也能吃 好吃喔 好吃 鹿的舌頭 鹿的舌頭 很美味 它有放奶油下去 奶油 很好吃耶 憲哥 這比牛肉的舌頭還好吃耶 好吃 而且好香喔 以前是家族的舌頭 對 父親的舌頭 現在我沒有吃過 對 他有一個 好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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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聽說這邊以前老闆是 就是 就是他這個 爸爸或是阿公 是獵人 他說對 但這個就是他爸爸 獵人 對 我問他說 妳有在打獵嗎 他說妳有 我說為什麼 他說妳很可憐 我又說他的心底很好 我後來跟他一起吃一點 因為我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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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我問他說那妳吃吧 所以說妳告訴我 有誰可以擋得住美食的誘惑 想嘗到北海道最在地的料理 來西川這些專賣野味的居酒屋 就對了 其實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生鹿肉 跟烤鹿蛇 沒有想到鹽烤鹿蛇 完全不輸牛蛇耶 因為老闆把鹿蛇切得很薄 有別於牛蛇吃起來的軟嫩 反而多了一些脆口的咬勁 而且老闆精準地掌控著烤的時間和功夫 把鹿蛇的美味完全頂到最高點 這個鹿蛇真是太厲害了 好的 接下來這一碗湯 你也要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它也是野味來著的 至於是什麼味道呢 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這是什麼 這是熊 熊 熊 這是熊 熊 這是熊 熊 熊的手 這是熊掌 熊掌 熊掌什麼樣子 就長那樣 對 那你如果說 不知道掌場什麼樣子呢 就這個 這個 對 它那個筋都跑出來了 這是什麼 這叫做靜脈去長 就跟各種種一樣 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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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像那個牛肉 半筋半肉 它那個半筋的筋是很軟 可是沒有那一條筋 就旁邊筋旁邊那個軟軟很多膠質的那個部分 為什麼變這一塊 因為我看到這一塊 幹什麼 你剛剛吃不完就試試 好吃 你看 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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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 你看 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還以為我吃到什麼 一點都會牙齒掉出來 牙齒掉出來 怎麼可能是牙齒掉出來 但是從畫面看來 不用我多說 你們就知道這肉煮得有多軟爛的吧 老闆說他每次煮一鍋熊掌湯 需要花上兩天的時間 調味在裡面加了醬油 薑 胡椒 洋蔥跟酒等等 接著要一直不斷的用小火慢慢的去熬 而且寸步不能離開 不停要用湯匙翻動 避免底部因為焦黑導致整碗味道跑掉 這樣一直熬到第二天肉 才開始慢慢的軟爛 一碗熊掌湯需要費這麼多的時間 所以想吃到這碗美味的熊掌湯 他可是要預約才吃得到 但是你不用擔心 保證你們一喝絕對忘不了 這個熊 牠死了多開心 為什麼 不是 因為牠可以把它煮得那麼好吃 不是說去 其實不是開玩笑 我講真的 因為你食材 你把它運用到 幹什麼 我的講話拉過去是怎麼樣 沒有帶到下面 有 有拍到吧 你看 不用 是 你隨時要注意牠 牠只要好吃 牠就會移來移去 然後最後再做牠治療 幫我錄影存證 讓我們回去進行告發 好 所以食物啊 當妳可以把它料理到它很好的時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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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會 我會覺得這是對得起食材 對 好 好 剛剛是誰在這邊講 啊 志雄啊 吃鹿醬 你也沒少吃耶 沒有 沒有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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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牠看那邊 好 少在那裡嚇我 我跟你說 美食當前我可是沒在怕的 告訴你 如果閉上眼睛吃這一碗熊掌湯 那種用舌頭只要輕輕一碰 肉就瞬間肢節的口感 再加上滿滿的洋蔥 熬成濃郁又噴香的肉湯 你絕對會以為在吃半斤半肉的 紅燒牛肉湯喔 聽老闆說 雖然他自己不會去打獵 不過北海道的熊數量 還真是不少 郊外路邊都常常看到 熊出沒注意的招牌 熊熊冬眠之前 闖入農家覓食的新聞 也是石油所見 所以定時開放狩獵 也是維持生態平衡的方式喔 太棒了 我的美食履歷上 又收集到新的食材 而且美味程度 完全顛覆我的想像 無肉不歡之旅的第一間 這麼強大 接下來也很厲害呢 聽說是北海道特別的烤肉吃法 叫做成吉思汗 那你啊 這是什麼肉啊 全部都養了 這是生的羊肉 對 這是生的羊肉 但是為什麼這個成吉思汗 晚上到的時候都要吃成吉思汗 這比較特別的 所以這鍋子 不是元朝上成吉思汗的鍋子嗎 這種烤法 還是這邊飛海道地發 沒有 很多的這種講法 就是因為這個冒頭 像成吉思汗當中 對… 對 是 好 來 炸一下 我聞到快點了 我真的好吃 人口 好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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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沒有錯 真的以為是第一名 真的耶 好吃 好吃 沒錯 好吃第一名啦 來北海道當地超夯的 成吉思汗烤肉 絕對不能肉掉喔 不過烤羊肉 到底為什麼跟成吉思汗 會扯上關係呢 店長說坊間有流傳很多的說法 比較多人認為是呢 起源於滿洲國成立之後 日本派軍前往中國東北 在當地品嘗過烤羊肉的料理之後呢 就把它帶回日本 而使用的烤肉器具相傳啊 就是當時成吉思汗率兵遠征各地 直接拿頭盔加熱來烹調肉類 演變成現在桌上像頭盔形狀的烤肉盤 而羊呢 是蒙古主要的放牧牲口 也是重要的肉食來源 所以成吉思汗烤肉主要就是烤羊肉囉 把羊油脂放在最高處 羊肉鋪在第一圈 下面呢 則是放一堆烤野菜 這就是最正宗的烤法喔 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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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講說他們這也不是用瓦斯 是用什麼用炭 炭火 炭火的話呢 它其實難度會更高一點 因為炭火的溫度很高 但如果會烤的 可以把外面烤到剛剛好 就裡面在一半生熟的狀態 它就很好吃 所以我來的時候 然後他們都會這樣放我們幾乎 我們只要做的方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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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也會教我們 我們也會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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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來會教客人主考 他考完之後 他就會教客人主考 我那時候客人 我就不會這樣說 那我來過得是在教你 這樣 反正你一直教我們那些聲音 他說不會… 沒有 我下次來用這一招 我就知道你會這樣 這是什麼 你會這樣吃嗎 我會這樣吃 你會這樣吃嗎 不要吃 我會這樣吃 因為我會吃 你會這樣吃 不要吃 我會這樣吃 你會這樣吃 我會這樣吃 你會這樣吃 它就冷藏進來 對 因為很新鮮耶 而且牛肉也是有分 冷凍跟冷藏 對不對 所以它是冷藏的羊進來 來是切的時候 它就直接吃一下 它會是軟的 肥冰很新鮮 對 冷凍的就不會這樣 因為冷凍的 其實羊稠味都滿天飛的 我沒這麼多 我吃羊肉 有時候都很怕一些羊稠味 沒有 我的對象是妳要看 對啊 我最怕的就是羊妹妹的稠味 滿天飛啦 但是沸煎的羊肉 完全不用擔心耶 店長說他們特別挑選 出身未滿一年的小羔羊 綿羊本來就比山羊沒有新山味 肉質也比較柔軟 而且選用進口紐西蘭的綿羊 都是經過放雪後真空冷藏直送的 每天進固定的量 來確保最新鮮的羊肉貨源 吃起來果然不山 而店裡的招牌就是羊間的部位 因為羊間活動相對比較少 肉質也比較鮮嫩細緻 難怪大家一吃都停不下來囉 另外還有後切的羊肋排 肉質油脂豐富 軟嫩中帶筋的部分 彈性十足又有嚼勁 這些羊肉下肚的驚豔程度 真的會讓我為了他 再訂一次飛機票來北海道呢 不過接下來這是哪一個部位啊 我怎麼聽得都不沙沙 有聽得有懂耶 這個是 洋台外面包的那一層肉 這邊這樣對不對 對 對不對 這邊包起來是... 拿起來之後這邊是一塊 然後骨頭這樣 就這樣... 這邊是這樣子對不對 這邊是這一塊肉 現在捏起來這一塊嗎 不是這一塊 這是馬拉似乎一塊喔 這是外面的肥肉 不是肥肉 它是雞 它不是肥肉 雞肉 雞肉 雞 雞肉 我以為是兩隻肉 我給我雞肉啊 兩隻亂絕好不好 可是我怕他沒有在聽我講 他就是一直要一直... 一直嘲笑我的肥肉 我真的講得認真 你一目就是信不在乎的 就是... 這個比較有感覺 對 感覺比較有感覺 比較有感覺 比較不好咬啊 對 對 比較有嚼勁 但它那個不好咬 不是說它沒有很多筋 它是完全就是很紮實的肉 就是雞肉 對 雞... 對啦 我說雞肉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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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這樣 太少要去跟我搶吃了 一時一同的鴨搶吃了嗎 是 對 對 對 它就是目前 我們吃的那些肉裡面 羊肉裡面 羊肉味道最明顯的肉 對 對不對 因為咬到最後 因為它肉夠厚 所以咬到最後那個羊香味 就會跑出來 嗯 好吃到很生氣耶 好 好 快點 給它 等一下 我贏了 怎麼會這麼好吃啊 這肉... 怎麼可以這麼好吃啊 我知道現在夜深了 眼前的畫面是有點殘忍的 但這包在羊肋排外面的這塊肉 我不介紹還真的不行啊 這塊肉啊 它的肉質 口感稍微比較有一點彈性跟嚼勁 又帶點油香 而且它是越嚼越散發出 羊肉明人的香味啊 好得你是滿嘴的香 不過等等 店長說啊 它還有超強的祕密武器 還沒有拿出來 那我們在等什麼呢 當然就來試試看囉 口味不夠很難 剛剛加醬汁對不對 對 有羊味對不對 它現在撒熱 那個羊味就不見了 而且真的香味 胡椒粉 不是 它這個製成胡椒鹽 真的耶 然後什麼肉都可以吃 好 它說什麼肉都可以吃啊 百搭喔 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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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它裡面有多少 它有十種鹽 然後加黑胡椒跟白胡椒 然後把它打成成就這樣 但是這十種鹽 有什麼海鹽 鹽 鹽 Ber 鹽眉粽醬 反正就在裡面有一些 請給你去 ember 有嗎 你買 我給你 謝謝 我要買 100 我也要 只有吃 你還要買鹽 要嘛 四個吧 好 1 2 3 4 7個 7個 非常地好 廚魚小組這種美食跟風的習慣 我很喜歡 只要知道食物好吃 就不惜一切要得到的決心 這就是我們愛玩客的精神 好啦 北海道還有什麼肉好吃呢 無肉不歡是不會讓你們失望的 我安排了在地的好朋友 帶我們去這個 在北海道才有的吃法 敬請期待喔 這個不是說我們錄影不敬夜魚 它走路手都插在口袋裡面 現在大概是零下一兩度左右 有 你看 對不對 都是煙 基本上無肉不歡 我已經到瓶頸了 怎麼說 因為你也知道這個地方 差不多就是吃海鮮多一點 但所以我約了友人 這不能講友人 就是這邊的觀光局 沒有 這個日本有很多的觀光局 他們很清楚這邊 到底什麼大些小巷什麼地方好不好 就麻煩他帶我們來吃 這邊吃得很奇怪 但他們吃法不一樣 就是肉嘛 你可以看看上面這個 這個 炭 用炭 炭烤的 鹽 鹽 叫什麼 木耳木耳 好 就是木耳木耳 真的假的 不是 烏魯 烏魯是什麼 荷爾蒙 鹽巴有荷爾蒙 用鹽巴跟荷爾蒙加在一起 什麼是荷爾蒙呢 如果你嚐到日本人一定很清楚 可是如果不嚐到日本人 你現在臉的表情 荷爾蒙 炭烤的 鹽 這什麼 木耳木耳 好 就是木耳木耳 好不好 真的假的 不是 烏魯 烏魯是什麼 荷爾蒙 鹽巴有荷爾蒙 用鹽巴跟荷爾蒙加在一起 什麼是荷爾蒙呢 如果你嚐到日本人一定很清楚 可是如果不嚐到日本人 你現在臉的表情 這個跟日本有人來示範 有個好處是什麼 它就是會點一些 我們比較少看到的 你看現在這個 上面這個啊 就是這一排 就是這排 對 就是豬軟骨 這是軟骨 一般我們吃到的軟骨 豬軟骨好像比較少吃到這裡 這是什麼地方 氣管 氣管 這邊這個地方 喉嚨跟氣管 軟骨應該不是都吃耳朵嗎 對啊 對啊 所以這比較少見 這個 這個 很美味 不好意思 謝謝 它都直接這樣烤 你有沒有吃過烤氣管這樣 沒有耶 是不是 這個地方在台灣有賣嗎 就是那個烤氣管 可是一般我們不是這樣子吃 我們有去切成薄片吃 什麼都不用摻嗎 都不用摻 它有加鹽巴吧 有 它有鹽巴 沒有鹽過對不對 對 它這鹽巴已經灑在上面 好香喔 好吃 好脆脆的 還脆脆的 卡滋卡滋的 卡滋卡滋 這個是 這個好吃耶 好香喔 而且它也是用炭火去烤 對 就有一個炭的香味 很美味 超好吃的 這麼特別喔 原來荷爾蒙是日文內臟的總稱 店長說 鹽烤內臟的吃法 是從旭川開始的 因為以前旭川 這邊養豬葉非常的盛行 新鮮的豬肉賣出去之後 剩下來的內臟 大家就用簡單的鹽鹽方式調味之後 拿去烤 後來在旭川這一帶變得很盛行喔 聽旭川觀光局的大哥說 雖然現在全日本都有在吃賀爾蒙燒 但是在旭川的這間店 可以吃到一些比較少見的部位 像是豬的氣管 店長把它切得非常的薄 很快就烤熟捲起來了 吃下去感覺咬到軟骨 還有脆脆卡滋卡滋的口感 好特別耶 但是接下來這一大塊 我怎麼都看不出來是豬的哪一個部位 這是什麼 這是豬舌的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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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次都在那邊 對… 這個 我們現在這樣在烤 你拍得到我嗎 朦朧美啊 好像前面有個母女 大概在拜我這樣 對啊 對啊 它有點…這個要小心烤 這比較難烤吧 這麼厚 是 難烤是不至於的 先放旁邊 好 因為旁邊的溫度比較低一點 所以讓它旁邊的餘溫 讓它稍微 讓它有一點溫度 舌根耶 你不怕燙耶 還整個塞進去 剛才過來我這邊 讓它有機會 可以幫它嘴邊那塊肉處理好 拿著你整塊塞進去的 你咬咬這種頭根 頭來 你要送頭給我嗎 頭來 跟我們想像中的豬舌往下 因為我們台灣的豬舌是 後面那個骨頭是沒有 然後把它切成裡面 它沒有 沒錯 在台灣吃豬舌 可以看到這麼大一塊 真的是少見 因為這裡的豬舌 是連筋帶骨一起切下 畫面上才會看到 這麼厚的一整塊的舌根 而我們台灣的豬舌 通常都會把骨頭先去掉 只保留帶有油脂柔軟的部位 吃起來比較脆口 不過店家這種處理方式 除了能夠吃到肉質的軟嫩 還可以有些許筋的嚼勁 保證讓你一吃 絕對停不了口 至於下一道 在台灣也常看到 不過拿來烤 這倒是比較少見 那是什麼 這是胃 豬的胃 對 這個給你烤 我們平常吃豬的胃嗎 在哪裡 但我們都會做四神湯用 對啊 我們這給你烤 對啊 我們很少人家在烤 對啊 不好烤 沒有 妳慢慢烤 好燙 妳離很遠 對啊 可是手還是會燙 不好烤 放棄 還有放棄喔 好怕放棄 這個該怎麼說呢 就是烤了一下下就放棄 這也是 你要平均 像這個你就沒有翻 有沒有 你要把它翻過來 那你覺得這邊燙了 就要離開一下下 然後再回來就好了 不要一直想說要一直翻 過了一下 過了一下 好 這樣就可以吃了 過了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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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魷魚喔 吃起來口感很像魷魚喔 真的嗎 嗯 像烤魷魚 它是咬得動的 對啊 很美味耶 沒有烤到乾淨 你在邊的時候裡面 一些湯汁會往外好 對 它是好吃的 真的耶 怎麼可以這麼好吃啊 但是在台灣呢 豬肚通常都是拿來煮湯 很少這樣用鹽鹽火烤 本來以為直接火烤 沒有長時間的烹煮會不好咬 但沒有想到原來在炭烤之後 可以這樣微微脆脆又軟軟的 有一點像是在吃烤魷魚的口感 吃起來呢 油脂香味也非常的十足 嗯 很好 我非常的喜歡 這間啊 不愧是專賣鹽烤荷爾蒙的專門店喔 豬全身的內臟都可以吃到 一烤好呢 馬上就來秒殺消滅它 不過這牆上眾多的菜單裡面 有一道讓我跟老湛都非常的好奇 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肉啊 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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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覺得嗎 鳥的小肉是什麼 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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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對啊 這個也很好 一般雞脖子我們都是整個課 這個不好烤 妳比較 妳先吃這個 好不好吃 好味喔 好不好吃 脆的耶 有鮮的 這是雞肉嗎 對啊 雞脖子的部分 好好吃喔 剛剛妳有吃到了 覺得怎麼樣 很好吃 好 那妳吃到這兩個我的 為什麼 公平啊 一個一個啊 妳剛剛那個是 妳給我小的 妳給我小的 所以我這個給妳小的 大的 為什麼 補償呢 喔 有這種講法是不是 對啊 下次 那個在這邊呼籲這個愛玩客 週一到週三跟週四的朋友 好不好 週二不算 你們要發他可以發他沒有關係 好 太麻煩了 好 這個分三點分 分他們幾 好 我喜歡你 很想 他就直接衝過來 你退一下 你退一下 他剛剛本來站在那邊喔 我就看一個人家 嘶嘶嘶到旁邊 我要吃不想要吃 來 你幹什麼 講的 好不好吃 還很燙 還沒吃到 要生氣喔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對 好酷喔 他吃這個 對 很容易肩頸酸透了這條 有在卡薩雞的那一條 好不好吃 對啊 他的口感既不像雞腿 也不像雞胸 對 他不是雞肉我們平常吃的那個 他就因為 他卻發生了奇蹟 不要笑喔 我是認真的 拜託你們 只要看到招牌或菜單上 有寫 鳥的小肉 絕對不要放過他 立刻把它消滅吧 這鳥的小肉 其實就是雞脖子兩側的肉 因為雞脖子兩側很發達 雞不管是在密食還是走路的時候 全身上下的最活潑的 就是他的脖子 那你告訴我 他能夠不好吃嗎 所以他吃起來 其實很像 帶點鮮嫩多汁的烤鮪魚肚 總之我的老朋友們相信我 有機會就不要錯過 肯定會跟我一樣愛不釋口禮 接下來 觀光局的大哥還推薦我們 絕對要來上一碗酸辣冷麵 非常好 因為它清爽的口感 絕對是我們現在嘴巴裡 最需要的 好吃 好吃 這個是你現在嘴巴裡面 最欠缺的東西 有沒有 整個一個清爽 對 就是涼麵耶 應該不會只有這樣 如果不管這個單元 我們會繼續走下去 非要道還會走 如果說大家覺得這個 喜歡吃肉的朋友 喜歡的話 我們這個單元 應該會不斷的一直走下去 因為我覺得像這樣 希望非常好 一直吃肉 一直吃肉 好不好 吃到你覺得噁心的 我們來看 我說事也不用那麼極端啦 有菜有肉不好嗎 不過這次北海道的 無肉不歡之旅 真的是讓我很驚喜耶 沒有想到北海道 除了吃海鮮之外 還有那麼多不同種類的肉類 可以吃 而且料理的方式也都很不一樣 吃了都不會膩 吃了滿肚子肉 要先回飯店休息一下 晚上零度的旭川 真的是冷氣氣 在飯店泡個澡 做一個SPA 所以享受囉 睡個寶教 清空我的胃 準備明天精神 滿滿出發北海道的 第一大城 渣黃市區 繼續踏上 無肉不歡之旅的 最後一站 但是我們幾乎 什麼肉都吃了啊 老戰 你還要帶我去吃 什麼樣的肉呢 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我們這次是無肉不歡 對 其實我們少掉了一個東西 什麼 在日本是非常具有代表情 妳想到日本的肉 妳想到什麼 日本豬啊 松阪豬啊 什麼蛤 松阪豬沒有這個東西 松阪豬是台灣人取的 真的假的 對啊 日本最具代表 那為什麼要取松阪 就因為日本的和牛 松阪牛很厲害 所以我們取的一個叫松阪豬 在日本講松阪豬 沒有人知道了 真的喔 長知識 那我再給妳一次機會 好 少掉了什麼東西 松阪牛 不是松阪牛 是和牛 對啦 和牛 對 我們現在要去吃就要吃和牛 但大家想的和牛 一定跟我們現在要吃的東西 不一樣 和牛就是一個排啊 和牛排啊 一塊這樣 就說了嘛 大家想的一定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我說錯了 就大家含它 跟我想的一定不一樣 好 這個是漢堡排 然後一般我們在吃這個炸豬排的 我們腦袋想的就是炸豬排 這邊比較不一樣 這其實無若無寬 我總是想吃吃看不一樣 牛排你有這樣炸過嗎 沒有 漢堡這樣炸過到時候 對 但你那是豬肉嗎 這不是 你吃牛肉的漢堡 牛肉的漢堡 對 好酥喔 你看 好酥喔 你看 好酥喔 裡面還有洋蔥是整的 你看這樣壓下來那個汁 滷出來的喔 對啊 滷出來耶 你看裡面都有豬耶 很燙對不對 不是 咬下去滿滿的牛肉汁耶 真的嗎 來看一下喔 它這個都全熟了 好 這邊都全熟了 即使這樣 牛肉它如果全熟 可能比較不好咬 因為它現在已經做成漢堡了 所以它比較好咬的東西 但它裡面它炸得很 它把裡面的汁都鎖在裡面 而且我覺得炸的東西 其實最怕炸到乾乾才彩的 它完全沒有耶 它外皮是那種酥酥的乾乾的 可是裡面是有汁的耶 那重點 很多人認為說炸東西 其實會炸第一個它不會吃 會炸的人 再來就是炸其實會不會 已經酥的感覺 酥的口感對不對 相對 因為就是酥的口感 會讓你嘴巴造一個錯覺 裡面好像很嫩 就是因為外面夠酥 裡面也算嫩 然後吃的醬更嫩 好吃 沒錯 這真的跟我之前吃過的漢堡肉排 完全不一樣耶 這個漢堡排 老闆說是選用北海道產 十勝牛臀部的肉 搗碎之後和洋蔥一起調味 再裹了麵包粉拿下去油炸 酥脆的麵衣 將細嫩的漢堡肉保護得完好 又完美地鎖住裡面的肉汁 大口咬下去裡面 除了有卡滋卡滋的脆度 還有爆漿噴汁的爽口 吃完炸漢堡排 最讓我期待的就是這一個 一天限定十份 一份大約八百元台幣的 炸牛排定食路 牛排我們比較常吃到的 都是煎的或者是烤的 我實在很好奇拿牛排去炸 吃起來是什麼口感 怎麼可以炸到裡面 還是那種半生不熟的 我看看 這幾分熟 這大概七分 七分 七分 這麼厲害 這大概七分 不用沾 要沾這個 芥末 芥末跟醬 或是鹽巴直接吃 軟 軟喔 這口感很特別耶 因為一般我們在吃牛排的時候 裡面是軟嫩很正常的 可是它多了外面酥脆的那個口感 所以你在吃牛排的同時 又有卡哩卡哩的聲音 怎麼這麼奇妙啊 它用麵包粉跟蛋液跟麵粉 包下去炸出來的牛排 它更完整的保護了肉 加熱的時候 可能會影響到肉汁的流失 所以它吃起來就特別的嫩 你知道它炸 它有炸到就是外面到 是要燙口嗎 沒有嗎 沒有 因為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你要讓它熟到 你覺得你要熟的程度是 外面的那個麵包粉 可能就沒有那麼脆 所以要等於是在高溫之下 把麵包粉炸到熟的時候 把它拿起來 用麵包粉跟外面外衣的部分 讓它慢慢倒就倒進 裡面吃的時候呢 不能說是熱 就是常溫 因為它這個牛肉的部位 它沒有太多的那個筋耶 沒有啊 嫩的 但是沒有太多的筋 所以不會咬不斷 然後在嘴巴裡面 就是那種嫩嫩滑滑的口感 它是說我可以加鹽巴吃 我個人覺得加鹽巴吃應該 因為喔 牛肉跟鹽巴它本身就是 應該在一起的你知道 你要加鹽巴吃嗎 什麼都不能沾 鹽巴放 整塊下去而已 有沒有 這樣 那個麵包粉炸出來的香味 才更明顯 肉的香也完全吃得到 它那肉質好好喔 炸牛排很厲害 這...這牛排真的是太過癮了 朋友們 下次來北海道 記得不要只吃煎的和牛 還有吃炸的牛排 保證你是絕對不會後悔的 其實啊 近幾年在台灣 常常可以吃得到炸豬排 但豬排跟炸牛排就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炸牛排的店 是很少見的是吧 有趣的是啊 炸豬排裡面的豬肉不熟 可是不能吃 但是炸牛排裡面如果太熟了 可是就不好吃了 是不是很有趣啊 愛玩客們 這趟無肉不寬之旅啊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有顛覆來北海道 就是吃海鮮的印象呢 接著還有更多的美食 跟著我們啊 出發北海道 絕對不會後悔啦 老闆 炸牛排再一份啊 來吧 出發 一首歌 早安 快樂 快樂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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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happ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